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比我小 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但他总是不接受我的好意 我感觉现在和他在一起很累 他总是想把我照顾好 帮我做很多的事 但我是男生 我才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们可以一起奋斗 他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压力那么大 而且他总爱跟我算得很清楚 让我觉得很有距离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我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他可以等等我 我会给他好的生活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刘23岁来自陕西 模特 有请 小杜27岁来自四川 翻译 有请 欢迎老妹啊 怎么认识的呀 是我去年然后来成都出差 参加一个展会 他就来逛那个展 然后我就觉得他当时特别漂亮 然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你就一边工作着一边 才能要到微信呢 当时就是感觉他气质特别好 就给了 怎么就给了呢 我就很好奇现在 就看他长得帅呗 你看看 这就叫一见心动了 后来多久就变成了女朋友 发展得也很快 可能就大概聊了两三天 就是确定关系了 活动还没结束 收获一女朋友 你看 这现在多久了 一路谈下来 一年半了吧 现在问题就来了是吧 对 想结婚了是吧 对 人家不肯是吧 再也猜得出来 往下说吧 咱们回事啊 反正我就觉得 他跟我在一起吧 就是那种思想包袱 就特别大 然后把我们两个 都搞得特别心累 因为我也比他 大个四五岁嘛 然后我肯定找对象 我肯定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然后我和他相处呢 其实相处得挺好的 因为他虽然年纪就比我小 但他就很乖 很懂事 然后也很会照顾我 然后我就想着 既然咱俩相处得这么好 也相处了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爸妈那边也同意 也一直催着咱俩结婚 我说要不就咱们把这个结婚的事情 就提上日程怎么样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会各种理由来推托 他说我没车没钱没房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这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 主持人他每次他就这样跟我说 别提我问啊 要房子吗 我不需要房子 要车子吗 不需要我家都有 这不是气人吗 需要人家倒插门吗 那这也说不上是倒插门吧 不是 我就说家里有没有这个要求 也没有这个要求 就是说不会去 他跟你结婚以后 他也改姓 娃也改姓 这都没要求吧 那没有 不是这个就不是倒插门吗 所以姑娘是觉得 我们俩可以打引号的裸婚 就是男生什么都不出 只要人来了 就可以结了 是吧 对 这跟上门女婿有啥区别啊 这就是上门女婿啊 他老是觉得是上门女婿 我现在我感觉我刚毕业 工作也不稳定 不像你 人长得又漂亮 然后出国留过学 工作又好 家庭条件又好 而且我刚毕业 我就想靠我自己努力 去在成都攒个首付墙 这有错吗 我觉得你得给我两三年的时间 让我靠我自己去 努力努力去试一下吧 不住你们家的房子 出去租房子住 行吗 那结婚怎么可能去 问你呢 行还是不行 不行 那你完了 你得答应这事 要不然过不去啊 对不对 但是根本就不用担心房子 这个事啊 因为我家里 也给我准备了婚房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们要不就在那套婚房里面结婚 我也不需要婚礼什么的 都不需要 我说就 咱俩就去蜜月旅行 一趟就可以了 然后她就不同意 我就要你这个人 我关键是不想靠你 去获得一些什么东西 你看她就是这种思想包困很重 就很匠 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肯定希望靠我自己的努力 去给你幸福 我不想就去沾你的光 主持人 她就是那种死要面子的 因为我俩现在在成都 也是属于合租的那种状态嘛 然后每个月也是需要 就是交那个租金的 就每个月的房租呢 其实也不便宜 就是她每次 就必须要抢就自己给 她没有钱的话 她要去找朋友借来给 我要给还分给我其 非不让我给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说我们暂时不结婚可以吧 我现在也有现成的房子 什么家具啊 那些装修都弄好了 就咱们先暂时搬进去住 可以省一点 每个月的租金钱 我说把这个钱拿来 不管是攒起来啊 还说咱俩出去约会啊 出去旅游啊 都可以拿来用 她又不干了 又不同意了 这为啥呀 不结婚 还是感觉沾她的光 我不想 我就感觉我 你说的那种交房租借钱 那种都是偶尔的情况 很少的 你可以找朋友借钱 那我这边帮你就不行呢 朋友借钱 我请个课 还她个人就行了 你说我女朋友 我不能靠你啊 那我们两个之间 还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你爸妈喜欢她吗 我爸妈就特别喜欢她 主持人 就因为这样的 就她虽然说 没有跟我那种 结婚的打算 但我们两家人 就走得就特别近嘛 因为我爸妈也住在成都 我们每次休假的时候 也会回我爸妈家 去住两天 在我爸妈面前 然后她就是塑造的 那种特别好的那种 完美男友的形象 因为我们两个在家的话 就我们可能也会 睡到十二点多才起床 然后点个外卖 她去我家就不一样了 她会六七点钟起来 陪我妈妈去逛个早市 然后买一个菜 回来还要做菜 然后还要陪我爸爸 喝喝小酒 那不是都是为了你吗 都是爱你的表现 可以让你爸妈 更放心一点 对 我知道她这样 是很好的 你确定她是这样的吗 她其实吧 她在我爸妈面前 是这样的 然后在我面前的话 就其实还好 反正她是在我爸妈面前 嘴就特别甜 我现在透激氧骨 开始发麻了 有点冷嗖嗖的 挺可怕的 我只说我的感受 不辩论 行 深得父母喜欢 所以父母反而肯定逼婚 对 所以父母 就是我爸妈 反而来催我了 然后每次就把我 搞得很委屈 把我搞得压力很大 那是我不想结婚吗 就是他不想跟我结婚 他没有结婚的想法 我想的就是你给我个时间 让我靠我自己努力去 有一定的成就 事业稳定了之后 我们再考虑这个事 兄弟 什么时候事业有成 因为我也刚毕业不久 我就想是 说两三年吧 事业有成的标准是 最起码有个房 在成都 多大面积的房 一百多左右吧 小三居 那在成都首付得多少钱 那房子 三十多万就可以了 就这事是吧 没别的了 其他的事还多得很 说 说 说 就比如说他工作的这个事吧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也留过学 然后回来也是硕士的学历 然后我工作也挺稳定的 他不一样 因为他做的是那个模特的 那个行业嘛 然后他的这个职业的话呢 其实也是分那种 当忘记的 有挣得多的时候 也有挣得少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钱 就特别不稳定 然后他很多时候呢 就会去认识那种 模特经纪人 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要去外地出差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确实也是经常 去外地去走秀呀 那次我没有在意 结果就是那天 晚上的时候 我和我朋友 去太古里逛街 我就碰见他了 他没有跟我说他回来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啊 我气不打一出来 然后我就把他拉过来 我就问他 我说这女的是谁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呀 是什么 他们群里的一个什么 模特的经纪人呀 我想就是关系 跟他搞好点 请他吃个饭 这样的话 我以后工作资源也多一些 但是我就觉得你 为什么你回来 你不告诉我 你要去跟那个姐姐吃饭 你如果直接告诉我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介意的 因为这个事情 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不告诉你还不是怕你生气啊 对吧 那天的真实情况 其实是这样的 是我 其实跟他说我晚上回来 但是我提前结束了 我中午就到成都了 然后一块出差呢 有那个姐姐 是在当地 比较有实力的一个经纪人 因为刚来成都 人生地不熟的 就是需要积累一点资源 人脉 我想让他请人家吃个饭 让人家以后多带带我呀 那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呀 你觉得我有那么不成熟 不懂事吗 我就是害怕你生气吗 你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你虽然之前没有骗过我 但有那一次了 那我很怕就 有可能没有发现呀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而且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现在也妥协了 你也给我立了很多规矩 我现在都照做了 啥规矩 就是说让他不能去外地 然后就是不管多晚 就必须要回家 然后不能和女生去拍婚样 那你这个损失很大吧 因为刚来成都 就是资源人脉也不多 肯定就损失了很多 其实我心里 就是对他也还是挺亏欠的 亏欠啥 因为他为了我一个人来到成都嘛 每个月的那些房租 他要借钱去交 然后我就把他那些钱 全部给他还上了 然后他现在不是嫌 他那个工作赚得少嘛 然后我就托我朋友 给他介绍了一个成都 机场的一个地情的工作 因为他以前是学空乘专业的 你想一下这工作多好呀 又稳定 福利又好 然后工资也还是可以的 跟他一说了 他又不干了 他又不去了 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这样还不是要靠你呀 我不希望靠你 我就希望靠我自己 而且也没有你说那么夸张 每个月房租都要借钱 我收入也还可以 那只是偶尔的情况 而且礼物呀 过节日呀 我从来不会少你的呀 那为什么你要找朋友去借钱 就是都不愿意 我来帮你分担一下呢 我觉得他就是死要面子 我对他都是一番好意 但他根本就不接受 行 听懂了 男生各种要面子呗 那就努力奋斗呗 现在也在健身 因为他平常工作也很忙 他做翻译的 然后平常还会兼职 做一些外贸的单子 蒸一些外快 有时候很累的下班情况下 他还要坚持看书 因为现在 他不是给我立了很多规矩 我现在没有以前 那么忙了嘛 我就不能在家闲着 我感觉一闲着就很慌 感觉看到他这么努力 比如说现在健健身 说到健身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磨正了 就是他感觉吧 就是总要有哪个方面 要比我强一点 他才感觉 能够配得上我的那种感觉 就他现在吧 每天早上一大早 就起来就跟打鸡血一样 就马上就往健身房冲 然后每天要喝很多 那个鸡蛋清 吃那个蛋白粉 想让自己变成一个鸡肉猛男 但主持人您看 他自己就是那种光吃 然后又长不胖的那种人 我也觉得他健身 就是去虐待自己 而且他为什么 老实觉得他配不上我 我觉得他很完美了 他如果再完美一点 那我也会有危机感 我也没有安全感 行吧 听起来好浪漫 你看为了这段情感 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是吧 行 那你们对于未来 有什么想法 除了结婚之外 就除了结婚以外 就肯定想有好的生活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早点有一个小宝宝 就都规划到小宝宝了 那因为我年纪也到着了 就是在我们那边的话 其实就25岁都还没有结婚 那已经是晚婚晚遇了 就因为他老是不跟我结婚 然后每次就搞得我 像一个那种结婚狂一样 但其实不是的 我也是因为家里面 就是给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其实我是想跟他结婚 但是他每次就不同意 然后我就想出了一个法子 他现在不是嫌他赚钱赚得少吗 然后他又嫌他那个工作 又不稳定吗 我说我要不就陪你 我陪你去英国 因为我之前也在那边读书 我说我陪你去那边 就是选择一个好一点的专业 去读一个研究生吧 你想一下 就是学历提升了 对吧 你到时候回来 你专业选好了 那就是现实 根本就太理想化了 那怎么不现实 你到时候回来 你工作也好找了 你工资也高了 对不对 而且我想的是 我在那边去 也可以选一个我喜欢的 就是第二专业 比如说什么传媒 是我一直想学的 然后我想的是 就咱俩就一切从零开始 一切又重新开始 给咱俩一个缓冲期 而且我想的就是 我去那边 上完学过后 我可以在家做做饭 然后洗洗衣服 做做家务之类的 他不是老贤 他没有养我吗 他就可以到时候 去了那边 就可以去做一些兼职 光明正大的来养我呀 然后我们也没有 那些结婚 或者是工作那些压力 因为这个对我爸妈 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来推托他们 现在也在养你呀 我们为什么要 去耽误了两年时间 而且出国需要 一大笔费用 我手里刚攒了几万块钱 为什么要把这笔钱 花出来不够 我们还要凑这个钱 出国留学 那我也不是为你着想吗 我出国留学 语言又不通 到时候报学校啥的 还不是都得靠你 你不是着急结婚 为什么不能等我两年 我们出国留学 也浪费两年呀 为什么不等我两年 在成都攒钱买个手术呢 不就怕两年支付 你跑了吗 对呀 结了婚也能跑啊 姑娘 这婚姻能拴住一个 不确定性的男人吗 招什么急呀 那不是想早点 跟他有一个稳定的讲 你想清楚了 要很快结婚吗 就是在24岁 25岁左右就要结婚 我想的是尽快 因为我也很喜欢她 我觉得能力到的时候 肯定要给她一个家 所以你的能力 是永远追不上 她的能力的吗 我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 对呀 那你就低了头 不就算了吗 孩子 但是我觉得 男生还是要靠自己 爱这姑娘吗 爱 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咱们发自内心地说 咱们都说实话 我在努力地配得上 现在可能配不太上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 你觉得这个女生 我有点够着 对不对 对 你们的朋友喜欢她吗 都挺好的 就是因为她为了我 就放弃西安 所有的那些资源 背井离乡 然后在成都 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她唯一一个 处得好的一点的朋友 还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 每次一见面 就特别爱喝酒 喝得特别多 但她就是平时 就根本就不喝酒的那种人 太压抑了 而且她喝完酒过后 她就说 为什么找一个 四川的女朋友 这么难 这么累 不是你写的那样 她说四川女朋友 怎么这么强势 你说这谁听到了 谁能开心啊 酒后土真言 对 您说的这个 酒后土真言 我还想起一件事情了 有 有 有 快说 对 就也是有一次 她喝多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要是比我小几岁就好了 我就感觉她 不会和我结婚 就是嫌我年纪大 嫌我老 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首先我一直觉得 年龄不是问题 我只是感觉 如果你比我小几岁 等我失业 差不多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样 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压抑了 那学生 你这话呀 好好好 男生就是 希望自己再感感她 到配偿她的时候 再娶她 万一咱一辈子都赶不上 可咋办呀 总得让我试一试吧 失败了也就从了 是吧 现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人生就是这样嘛 成功或失败嘛 万一诸事都不顺 没有按照你的想法 你会怎么办 我没有考虑过 我现在还挺相信自己的 我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怎么觉得 这个爱情里面 掺杂了好多的东西 一定要嫁给她 放一放 不是说分开 放一放 再看一看吧 你已经被爱冲昏头脑 你就昏了 这就属于求而不得 行了 老师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 你没有想过 要跟她结婚 你想过 你想过 但你内心 一直在打退堂鼓 她太强势了 她会安排你生活当中 所有的一切 帮你砍断很多 不让你接的活 她在阻碍你未来的发展 你没有办法 三年内在成都 首付付到房子 你付不了的 就靠成都那点低推的活 你做不到 所以你心里知道 你跟她在一起 越往后走 你的发展之路 越来越困难 所以告诉给她呀 你可以答应一些事情 当然有些事情 你要坚守你的原则 既然你这么坚守 你职业原则 我一定要在我的 职业道路上 发展得更好 那你告诉给她 但你没有 所以你只是说 我觉得我可以 好 我错了 我就听你的 你听她一步 就代表着你放弃自己 胃癌的前程 那你要不做另外一件事情 干脆放弃到彻底 你接连半年不接活 你看她还要不要选你 她不一定会选你了 所以姑娘就这样的 刚才你说 你说我就想嫁给她 是因为我爱她 你真的爱她吗 你不爱她 你只是恨嫁而已啊 如果你真的爱她 又像她说的 我想把我的事业做起来 我想要努力为你 和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美好的 这样的生活条件 那你应该 让她有更好的工作 让她做得更好 你没有 所以女孩啊 真的爱一个人 可能无论是 帮她去实现 她的梦想也好 还是共同跟她 去就地而生活也好 这才是真正的 想要嫁给一个人 和爱一个人 但你没有 所以为什么 赵老师刚刚一直 让你放一放 可能在放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慢慢地 让她知道 你是真的可以 陪伴她 并且真的欣赏她的 当她知道 你欣赏她的时候 她自然会放弃 她内心那点 小小的自卑 可能这个时候 才是你们适合 结婚的时候 所以放下 可能对你们都好 但是我觉得 首先我说男生 如果你真的没有想好 三年之后 你要结婚 你不如早点告诉给她 二十三岁 模特行业 再做三年 也许你真的那会儿 还更不想结婚了 所以想清楚了 再去做回答 谢谢周老师 你说是不是在用套路 没有 你先把她现在 所有的东西都打掉 我先把她吻成了 所以说能不能助 我先把她打开 后会让她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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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包括你对自己人生的设定 不都是带着仅有的积蓄 带他去英国留学 留完学 度完精了以后 他变成一个更加精光奕奕的人 这样就可以让你完成 男主外 女主内的构思 你等于一直都在告诉这个男孩 是你不能停啊 因为你一旦停下来的话 我做贤妻良母 这个梦想就会破灭了 你们俩要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假如你不给他这么多的一些 暗示或者明示 你就告诉他 我们俩白手起家 我们俩共同承担家庭 和共同承担老人 共同承担命运 可能男孩会觉得 心里踏实和放松很多 而不是你一上来就告诉他 我将来我要退到后头 你要冲到前头 别看现在我能提供房子 别看现在我能够提供 我的积蓄给你 我都是借 你都要还我的 我现在让你住进 我们的婚房里头 将来你都要变出大房子 来补偿我当时的裸架和倒贴 他是不是经常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感觉 就是吃了我的一定会吐出来 所以你都不敢吃 我心里有时候会这样想 是啊 这个不就是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吗 你真认为是男孩自己高度自尊 高度敏感 敏感到他连女朋友的一点好意都不敢收吗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好意连包上一个糖纸 你都没包 伪装成糖果的样子你都没伪装 而是直接就这么赤裸裸地递给他 吃 吃了将来要吐的 拿了将来要一百倍地还我的 现在不是你们两个人要谈未来的时候 因为你太恨嫁了 他不可能突然中大奖 他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苦干 可是你不打算给他这个时间 因为你二十七了 你自己觉得我得赶快当妈 我得赶快成家 我等不起了 所以放过这个弟弟吧 他不适合你 谢谢米娜老师 我听你们俩的这个事啊 感慨良多 就我突然悟出来了 为什么人家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就是打他们这一类人来的 读了大学是学业的终结 结了婚就是情感的终结 可以不再要了 那我就按这个目的来吗 生活也不是毕业嘛 至少在这段爱情关系当中 我们是没有看到平等 我们是没有看到互动 我们看到就是强势压迫下的 自我掩藏 讨好吗 女生也好好琢磨 恋爱就是恋爱 不要赋予恋爱那么多 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我感觉到你 就是压力比较大 和我在一起 所以很多时候 我只是想帮你 然后想帮你分担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给你的压力造成那么大 而且我觉得 我可以就是让你去自己去奋斗 但是我不知道等你奋斗成功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在你的身边 我还能不能待在你的身边 你选择的人还是不是我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了 我可能就是是时候真的要听你的意见吧 就换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能是时候就是更多地去倾听你的意思吧 所以啥是真骨气 啥是假骨气 就这样吗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最后男生这个态度 真是应了你们分析的那句话了 您是真爱这个职业吗 显然不是吗 您是真那么有骨气吗 显然也不是吗 只要让我透口气 我也是可以低头的吗 现在这个头低得太低了 好吗 来预测一下结果 小鹏老师 我其实内心希望双不出 但是呢 但是有可能双出 肯定双出 现在有点看不懂年前的套路 双出吧 对 只要吃了我的 不用吐出来 那我就吃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是必然双出了 那咱们就看结局嘛 请开门 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为你唱这首歌 没有什么风格 他静静代表着 我想给你快乐 为你解冻冰河 为你做一只扑获的美额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为你唱这首歌 没有什么风格 他静静代表着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吧 咱们来了解下一对 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你就像个木头一样 在恋爱中 话也不会说 事儿也不会做 一点也不懂得 体贴我的情绪 你的心里好像可以装下很多人 但我却总是排在最后 外面的世界 永远比家里精彩 而我只能在家里 为你料理好一切 你一点都不懂得 调和家庭矛盾 不管什么事儿 都只会站在你妈妈的立场 不为我考虑 你这么大人 为什么还这么妈宝 你总说我不懂谈恋爱 但我真的觉得 和你谈恋爱之后 我的痛苦比快乐更多 如果你再不说说 自己强势的性格 那咱们也没必要在一起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陈先生35岁 来自天津个体 有请 李女士43岁 来自天津导游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 我看资料的时候很好奇 35岁没怎么谈过恋爱是吧 没有 这是初恋爱 也不算是 也算是 就怎么理解 就是跟他谈的时间比较长 也谈过 也谈过 但是时间短 好 43岁 咋认识的呢 我们两个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当初吧 其实我心里还是挺有顾虑的 但是呢 人家介绍嘛 就是说呢 他挺成熟稳重的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吧 然后就跟他交往了 你那顾虑应该是相差八岁的年龄是吧 对对对 就是当初吧 认识的时候还不是很能接受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长得也比较帅嘛 也挺成熟稳重的 就吸引了我 女朋友哪个部分吸引了你呢 当时挺能说的 能说 然后心眼比较好 心眼好 你知道他比你大八岁吗当时 介绍人介绍的时候 也知道 介意这个吗 不介意 不介意 这就一年多就相处下来了对吗 就是我们相处这一年多吧 我们之间就是争吵不断 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 咋就性格不合呢 为什么事争吵啊 他吧就是 我觉得情商特别低 就是我们俩聊天 他都能把这个天给聊死 能学一下吗 我就特意带了一份截图 我来看看怎么把天聊死的 男生问在干嘛 女生说吃饭 吃的啥就盖饭呀 好吃吗 还行 多少钱买的 二十 这也没什么呀 就是不会聊嘛 有些人就不善言辞 我觉得没什么啊 可以 您说这个可以 是吧 他说他喜欢我 但是我觉得不能光是嘴上说吧 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啥意思 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约会嘛 头一天晚上我就去做个头发 转天呢 我又轻轻打扮一番 去跟他见面 然后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您猜怎么着 他穿着拖鞋短裤就出来了 穿脱鞋短裤怎么了 夏天见面多热 穿脱鞋短裤好像也很正常 也自然呀 当时心就凉了 不重视我呗 我觉得这个太没有仪式感了吧 然后还有 我逛街的时候我穿的高跟鞋 我脚当时磨破了 他在前面走了十米开外 也不回头看看我 然后还催着我一直走 我走得快 我本来步子卖大 你说你逛街穿高跟鞋 而且来说你也不说话 你要说话你喊我一嗓子 你告诉我脚磨破了 那我知道我也背着你走了吧 或者是咱们不走 怎么怎么的 对吧 而且逛街谁穿高跟鞋 就你穿 平常就这么说话 这恋爱谈一年多也挺不容易的 咱往下听 您听着 当时我说咱俩吃饭去吧 然后就到餐厅了 到餐厅吃饭呢 正好赶上有这个优惠活动 如果是情侣的话 就要两个人呢 做出一些亲密的动作 来表示你们是情侣 然后他倒好 他把我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给服务员看 啥意思 那么多人看着大庭广众 我不好意思做亲密动作 有这记录 还有照片给人一看 就证明是情侣就得了 你这个思维太怪了 这不是隐私吗 就是照片和聊天记录 没 也没嘛 没别的 你要不好意思 你可以不要这个优惠 不就完了吗 你跟他说不好意思 他要啊 你不表示亲密的动作 还把聊天记录给别人看 这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人家说了 你做出一些亲密的动作 对不对 然后最后还是我主动地 去牵你的手 你觉得好意思吗 好意思 最后优惠了吗 服务员就是看到 我去牵他的手嘛 然后就给我们 这个优惠活动了 他呢不光是这样啊 他脾气还特别不好 特别倔强 就是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吧 他总是要分出来 谁对谁错 是非黑白 有一次啊 因为一件小事 吵来吵去的 然后呢 我呢其实就想 给他个台阶下 我说呢 咱们也到吃饭的时间了 我也饿了 咱们去吃饭吧 然后呢 他可倒好 他说呢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解释清楚 再去吃饭 这儿必须得弄明白了呀 没结果 往下你怎么谈 怎么进行啊 再说吃饭 你赌不赌气 我也不知道 你要赌气 吃完这顿饭 那能得劲吗 我也不得劲 你也不得劲 对吗 他光说我主持人 我也说说他 我感觉我也挺有理的 行行 你说说说说他说他 他的人 我感觉脾气特别不好 而且来说这个 特别贪玩 平时没事不上班 就逛街 家里家外 大小的家务事 都是我干 有一次我应酬完了 晚上喝多了 我就嘱咐他 我说转天玩 你走之前 你把这中午饭 你给我弄好了 或者给我泡一杯 这个解酒的茶 等我醒来 我就喝这也方便呀 当天答应好好的 人家第二天转天 来个电话就走了 那我醒了之后 这妈也没有 饭也没有 茶也没有 那我就给打电话吧 打电话他也不接 等到晚上 就五六点钟 饭点回来了 我就问他 你怎么不接电话 人家说跟闺蜜 出回玩来了 当时啊 闺蜜给我打电话 他失恋了 心情特别不好 我肯定要去的呀 而且他当时喝多了 他在熟睡当中 我也不好打扰你 对吧 再说了 你是你闺蜜 重要是我重要的 再说了 你说饿了 难道你自己 不会点个外卖呀 非得等我回来 我当时喝多了 我起来明明灯灯 我啥也干不了 你不知道 而且还有呢 他这个人 生活细节 他也不受众 就每次洗完澡 用个卫生间 航蜜里 弄得跟王母娘 攀刀会议着 笨热闹 肥皂沫 洗发水沫 头发丝满地 墙上都有 我就没法用 就没法下脚 最要命的 就是连墙上的 茶头它都不好 电热水器 对 谁家热水器 天天拔呀 拔第一安全 第二它也省电呀 能省几度电呀 我在洗澡的时候 我在限插 热水器是吗 你说那个卫生间 我没有收拾 我早上出门 赶时间上班 我哪有时间收拾呀 你说你急 还有要命的事呢 这人一急呀 出门连房门都不锁 这要家里来谁怎么办 幸亏邻居二嫂子 好心眼地把门带上了 这要家里来谁了 骂都没有了 全搬空了 你说这怎么弄 多大 你家里有什么呀 家里有金栅呀 还搬走 搬什么呀 那也得注意呀 我就那一次 没关门行吗 那是一次吗 我光换房锁 我就换多少次 你就这一件事 你说了一年多了 就换房锁 我就不下四次 而且来说这换房锁 这师傅都跟我混熟了 没差也给我打电话 大哥 干嘛呢 走喝点去 我都跟他混熟了 你能是一次吗 还有呢 主持人 还有呢 还有啊 说说说 特别霸道 就每次呀出门嘛 他安他的想法来 得以他为冤心 这约会儿就出去 他也从来没问我 说你想玩吗 你想吃吗 没问我 有一次问了一次 问我是想唱歌啊 还是想看电影 我说看电影吧 俩人安静 后来人家就打电话 招了一大帮人 唱歌去了 不是 您想唱歌 您就征求人意见干嘛 带去唱不就得了吗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喊一帮朋友过来 咱一块儿多开心呀 我跟您说啊 他订的那个电影 战争片 我不爱看 我到那儿看电影 睡觉是吗 那你叫这么多人 谁也不认识 我多尴尬呀 唱了吗 我没唱 他们唱的 你就在旁边坐着 对 坐一会儿 你这人知道吗 就是性格有缺陷 我也有朋友 但我这些朋友 跟你朋友不一样 你这些都是玩伴 我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生意上的事 能一样吗 那都是应出他们的事 对了一提应出 还有就是前两天 我有一个合作伙伴 跟我约好 说周一啊 谈点事 然后我就周日嘛 我就陪他逛逛街 溜溜的 后期来电话 他家里有事 说咱们能不能提前一天呀 我说行 他知道了 他就说这人不靠谱 没有时间关键 就死其白烈 不让我跟他联系 也不让我跟他打电话 交往了 咱俩定好没定好 好不容易有时间吧 我陪你这回 我说我陪你看电影 对吧 吃饭去 你这个朋友吧 就非得这天找你 没有时间关键 我觉得就是不好 不是 赚钱重要 是陪你逛街重要 都重要呀 都重要你还拦我干吗 哪个重要呀 我重要啊 他重要呀 不是 你就无理取闹 还有呢 说哥 有一次我爸妈 来我们家吃饭 吃完饭 这大伙聊天 先聊老家常嘛 我妈妈就在那儿 就是家常理短的 这个生活琐事 就给我们俩分析 她就不乐意 她以为说她呢 说一说一说 她就直接就 反摩起来了 我就打原厂吧 后期人就装头晕 就回屋了 就不理这茬了 你还跟他母亲吵架呀 没有 也没说直吵 就是俩人 反正真家对面 玩就反摩起来了 我跟您说啊 我知道她父母过来 我特意请假 然后去菜市场买菜 做饭 然后呢 她妈妈就挑剔我 说我做饭有点咸 老年人不能吃太咸 得吃清淡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又说这个房间啊 没打扫干净啊 怎么样的 我就纳闷了 你妈怎么知道 当时那天可挺干净的啊 怎么就说 我打扫卫生啊 这不就是挑刺吗 她也做得不好吧 我做得不好 我跟你说 就是你跟你妈说的 我没说 反正都是 她也是问我 但是我没手动说啊 行 我问问啊 你们俩在一起 是为了什么 就是排解一下寂寞 就算了 还是说 也憧憬着 要往家庭里走 想在一起 想在一起 你也是这样 我没这方面经验 但是她 挺好心点的我感觉 刚开始的 现在感觉 矛盾越来越多 你父母怎么看的呀 他们二老认为 你们俩合适 愿意就行了 我不管我这事 你们现在倒是没有什么 房子啊 车子啊 彩礼 就烂七八糟 这些负担 这些负担有吗 没有 他们觉得没有 我觉得有 他花钱特别大招大脚 看见面买面 从来不故意 他得过日子 他没想过 不是人家自己挣的吗 他还跟我要啊 他自己花不够 他跟我要 你给我花点钱怎么了 再说了 我打扮漂亮 不也是为了 你有面子吗 面子值几个钱呀 我不要面子 我认钱 这是一句心里话 特别扎心 但是确实这是一句实话 面子值几个钱啊 有时候乱要面子 针对生活不好 问你要了很多钱吗 我也没记 翻零零散散给不少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清楚就此别过 一别两宽 还是说清楚 我们愿意继续往下走 就是我觉得吧 我们之间呢 确实有好多的问题 有好多矛盾 还有就是他妈妈吧 就是好像在破坏 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他也没什么主见 就是妈宝南 所以我想在这吧 想请主持人 和各位老师 给我们一些建议 不是妈宝南啊 谁又理我听谁的 你确定谁又理你听谁的 对 我妈是过来人 好多事她明白 我肯定听我妈的 这一句话 就把所有人都噎死了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为什么谈恋爱 寂寞了 你刚刚说一句话 从来没有这么长的恋爱 这才一年 你就要这么长的恋爱 为啥呢 开始也没打谈 对啊 因为以前很寂寞 除了工作 回家空落落的 喝了酒想找个人 帮我泡杯水 让我解个酒 没得人 迷迷糊糊起来 还不得靠自己 所以即便吵也想在一起 就是因为彼此都很寂寞 我觉得你们朋友 看你们俩特别准 为啥朋友 把你们俩介绍到一起 因为你们俩 真的太像了 第一是因为寂寞了 第二是因为 你们都太毒了 你俩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 但你们要知道恋爱是什么 恋爱是要融合的 但你俩不是 你俩是想改造对方 比如说男生说 你洗完澡就得把插头给拔了 这可能就是你的生活习惯 但对他来讲 我洗澡热水去 我不拔 那也是我的生活习惯 所以如果你们不抱着彼此融合的心 没有办法过下去 你们只能吵吵唠唠 解除一点寂寞 但你们无法真的长久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给你们建议的话 我真觉得你俩可能不适合 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为了去跟别人在一起 但如果你们但凡想过说 好 我稍微调整一点 我稍微接受一点 对方跟我的不同 可能你们还真能走下去 所以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 我自己能不能改 如果你自己能改 能够接受对方走下去 如果你觉得不能 我一定要找一个 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那不妨你们重新去寻找 谢谢小彭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 必须要面临一个真相 就是你们俩的性格是相反的 男生是偏内向 女生是外向 但难道真正性格不合的人 就一定不能坐在一起吗 未必 你们要第一做到说 先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先认清楚并且接纳 对方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你想拉着他一起 去跟你们那些朋友们唱歌 他做不到 他容不进去 他觉得累 好 那让对方以自己感到舒服 放松的方式去待一段时间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单身了很长时间 都已经习惯了某种 让自己放松的时间 但是呼朋引伴 你是独自冥想 朋友有 但不定老老去 有事一起谈事 对不对 这是你的行为方式 接纳对方的行为方式 你可以去休息 我玩我的 你休息你的 对不对 你独处 我和朋友们聚会 我们彼此开心回来 继续可以生活在一起 但如果非要把对方拉到自己生活里 你必须要陪我和那些朋友们聚会 你必须要跟我 就两个人 始终我们两个人去看看电影 这是不可以的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能只站在自己角度去说 我这样是对的 你这样是错的 都不是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俩它存在 合而不同 这才能长久地实习下去情感 我倒认为 如果你们俩能够各自磨合一段时间 知道彼此的特点 愿意为对方付出 也就是说 你可以去逛街的时候 你等等她 牵着手并排走 当你觉得 闺蜜那个情况很紧急的时候 能不能也多为她想一想 那我也要给你沏好茶 做好早点 我再走 因为您毕竟不是单身了 所以认清彼此 接纳彼此 并且愿意做出改变 你们两个人还可以一起走的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你们两个人 要是不谈恋爱的话 当得了朋友吗 这肯定当不了 对吧 就你朋友不可能他这样 对吧 你朋友也不可能他这样 对吧 这就怪了 这两个人当不了朋友 怎么就谈得了恋爱呢 别人介绍吧 我知道是别人介绍的 他的每一句话都能掖着你 我这不是在分析吗 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有情感的刚需 我们人类他其实是有感情刚需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 我都希望有一个人陪伴 所以到最后会发现 两个人什么都不合适 只是因为他可以爱我 这个人明明一点都不合适我 但我可以爱他 结果就在一块 你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好 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个事情 如果你们的自我都大到 我不可能走出我的舒适圈 我不可能 就是你相信你妈的话 这就是你的舒适圈 你又一群朋友 这就是你的舒适圈 你们都走不出你的舒适圈的话 那么就不要考虑磨合这个事了 瞎耽误功夫 怎么办呢 就去找真正能和你们做朋友的人 性格上面本身就契合的人 再去满足你们的情感刚需就好了 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现在不能相爱 而是你们这份相爱太勉强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一直没搞懂一个事 就是你们两个人究竟是 为什么要在一起啊 为啥现在我也不知道 你们合适的地方 自己能想得明白吗 我觉得好像我们四个都想不明白 就是除了这是个男的 这是个女的 他们俩需要谈个恋爱 有人一撮合 仿佛就是眼前最适合的搭配了 除了这个 你们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什么聊的来了 什么玩的来了 什么我看中他会持家 他看中我人踏实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到底干啥 就包括要改的话 往哪个方向改啊 怎么能够让一个人改得说话不噎人 怎么能让一个人改得节约的不节约 怎么能让一个旺性大的女人 会记得下次我要锁住门 就这些咋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各自 好好的非得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大改造 我觉得把你们硬拆散也不好 你们俩就只要保持相对空间的 继续谈着恋爱 我看就挺好的了 至于接下来两个人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适应彼此 你就再说呗 谢谢敏娜老师 就我开始试图去理解啊 就是你要用常人的思维来理解 很简单嘛 寂寞嘛 但是我想女生其实也不寂寞 她还有她的好朋友 她有丰富多彩的生活 男生我就觉得 我也不寂寞 对吧 您三十五岁了 其实我觉得她没有特别着急结婚 两位 咱不宁吧 什么叫不宁吧 到了这个岁数就真不着急了 找就找一个可心的 我后来才想 为什么她们俩不能走在一起 是因为对于婚姻那个动力 双方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米娜老师刚才分析的 没有生育焦虑吧 说我想要个孩子 你看 所以对于女方来说 失去了动力 对于男方来说 你恐怕还觉得自己 没那么大岁数 三十五岁 正当年 还可以再缓一缓再结婚呢 对吧 所以她也没那么大动力 两个完全没有婚姻动力驱使的 年轻人恋爱 按理说就是应该享受那份情感 我相信还是有一些 她们能够贴合在一起的 只是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展示出来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过来 想解决一下 我们之间的这些问题吧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你想达成一个什么目的 我想 是还想跟她继续走下去吗 我就是觉得吧 她其实人对我平时嘛 也其实挺关心的 她也挺好的 但是确实是情商有点低 说句实话吧 现在她身上 还要吸引你的东西吗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你不妨直说 今天是没有了 就是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吧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那你就应该在生活里 跟人直说嘛 这不就是真相吗 懵懂得爱过 后来楚楚我绝对不爱了 那你们何必将就到今天呢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爸就是 以后改改自己脾气 别这么酱 然后 最重要的是以后出门嘛 别这么着急 千万记得关门 好插头 我也有缺点 但是 怎么说呢 就是看看 说了怎么说了 你说吧 我觉得吧 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吧 确实呢 有很多的小问题 但是呢 我也能看到 你身上的闪光点 毕竟是也有优点 而且呢 你呢也是 跟我交往的最 时间最久的嘛 对吧 对于你来说 时间最久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 看看有没有缓和的余地吧 看看合不合适 谢谢两位 请回 最后就看懂了嘛 女生是舍不得嘛 但是单了这么多年 不知道怎么做嘛 想温柔都揉不下来了嘛 男生就是 这告白特别像那个 就我脱姑啊 我跟你说呀 我走了 你以后要养成好习惯 把电源插头 别漏电 关上门 是不是特别像脱姑啊 女生其实为什么 不能早点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来吧 小孟老师预测一下吧 这还有说吗 啥 你说男不说 我觉得双出 啊 李游士 你别瞎觉得呀 女生不说的就是男生啊 他后面就有话想说的 说不出来 用行动来证明嘛 我觉得双不出吧 李游士 这扇门是最好的 分开的机会 双出吧 他们俩不太那么让人看得懂 所以应该会出其不意地出来 很好奇 他们会做何选择 请开门 你看看得见吗 嗯 行吧 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了啊 就是为什么 真不过朝夕 也许爱 没那么爱 但是渴望 可是还要驾着 我低头 我在爱面前低头 我就输了 我得端起来 我现在想到最后那段话的时候 其实挺替他痛心的 是不愿意 你说过我是你谈的最长的一段 翻译过来就是 你不是对我还挺满意的吗 我希望你能怎样 直接说我心里有你 你能对我好点 不就完了吗 不遗憾 这就是错过 希望两位在下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 充分地做好一个准备 我不能为对方改变 至少我可以宽容地 看待对方很多年来 养成的一些习惯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下方的维码下载精英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 一起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走进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结婚五年 有一个三岁多的孩子 平时我上班挣钱 他在家带孩子 前几天我中午回家发现 他居然留孩子一个人在家 打电话也不接 后面才知道他出去面试了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 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很危险 我们分工明确 我觉得没有什么 他却说要是他不挣钱 时间久了我会看不起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千万不能将孩子 一个人留在家里 这是多么大的安全隐患问题 更何况你们的孩子 今年才三岁多 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怎么能放得了心呢 接下来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你觉得分工明确 只是你自己明确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呢 他也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和人生追求 不能不尊重他的选择啊 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非常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